现在我们再来看这第二个字 这第二个字似乎就比较长一点点 首先我们对这长的字就分节 一小节一小节 这样子就好念多了 这时候呢 我们把它带进一个句子里面去 你会看到这个句子 对于中等程度的朋友 都会有一点困扰 这就是我们的高级韩寿 所要教给大家的特殊歌句 我们看一下这句话是怎么回事 Simple as it seems Simple是简单的 As it seems 看起来非常的奇怪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你一定要先理解 你的英文文法架构 也就是知道老外是怎么想的 你知道了以后你再来学 你再来记 你再来用 才叫做轻松如意 我把它变成它原来的样子 Though it seems simple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复制词句 虽然呢 这个东西似乎是很简单的 Though it seems simple 在英文里面 这叫强势句构 把simple调到前面去来强调 把though取代成as 这个文法似乎很复杂 但是各位朋友 跟着念 你两秒钟就会了 Though it seems simple Simple as it seems 再一遍 Though it seems simple Simple as it seems 虽然这个似乎看起来很简单 Repetition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单字 就是重复 重复 of a line 一个歌词 或者是一个诗句 的重复 意思就是呢 the basic 这最基本的unifying device 一个最基本的整合的一个工具 在这里呢 这个line并不是翻成一行 而是诗里面的一行的句子 或者是一首歌里面的一行的歌曲的内容 它的重复呢 就是the basic unifying device 是一种整合的一种工具 让整个诗或让整个歌呢 听起来更有完整性 Simple as it seems Repetition of a line is the basic unifying device in all poetry Simple as it seems Repetition of a line is the basic unifying device in all poetry 跟着念 Simple as it seems 虽然它看起来似乎很简单 Repetition of a line 这是我们今天的 终极程度的单字 re-pe-ti-tion 重复呢 of a line 一个诗词的重复压育呢 is the basic unifying device 一个最基本的整合工具 in all poetry 在所有的诗词歌曲当中 可以回到这个字 re-petition re-petition 这就会帮助你越来越有信心 越来越快乐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 你自己一定要有学会的信念 自信心 想要学的动机 再加上我们六个符号的协助 你就一定可以学好 学会英文 会考英文 考得很好 我们来准备看这第三个单字 就叫做conceive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一样啊 透过声音 透过上架文来学习 刚才我们说过 一个诗词 好的句子 都是重复一些字 或者是押韵一些字 来更能够表达它的意义 whatever your mind can conceive and believe it can achieve 好 这句名言是美国的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 励志作家 拿破仑希尔所说的话 他在说什么呢 带出一个副词词句 whatever 不论什么 your mind can conceive conceive 就是今天要学的新单字 叫做能够观察得到的 and believe 而且能够相信 在你的内心的世界 在脑海之中 你看得到的愿景 你相信的事情 这些东西呢 不管是什么 it can achieve 它都能够实现 whatever your mind can conceive and believe it can achieve whatever your mind can conceive and believe it can achieve whatever your mind can conceive and believe it can achieve 不管你的心智里面 能够看得到的 能够想得到的 你能相信的 它都会实现 各位朋友 这句句子真的很好 所以我们也许 现在很困扰 现在很痛苦 现在失去了很多东西 或者是你在挣扎之中 你在害怕之中 但是你一定要有正面的思考 英文最大的优点 除了当成一个 你学习生活 工作上的工具 它更是一个很棒的 正面思考的引导 当你来念诵这些英文句子 你会更加的感觉到 那种强而有力的信心 乐观 在你的身上 所以这句话 我们再念一遍 whatever your mind can conceive and believe 你看是不是重复这个 vv you can achieve 所以我们来回想 今天的三个字 是不是又有声音 又有上下文 又有一个整个的意思 conceive 是不是能够观察得到的 能够想象得到的 repetition 叫做重复 一次又一次重复 grateful 就是thankful 感谢的 我们以这句话作为 今天学新单词的结尾 你呢 如果抱有正面的信念 想把英文学好 提升你人生的高度 或者是参加考试 或者是在心灵当中 更加的美脉 很多的基督徒 如果你呢 能够用原文来看 你们的圣经 你会觉得更加的有感觉 所以 you can change your world 你可以改变你的世界 through 透过your thought 你的思考 and feeling 跟你的感觉 所以你的思考 一定要很正面 当你觉得 你很正面的时候 你一定很开心 你很开心 你有正面的思考 你外面的世界 就一起改变了 透过你的信念 加上我们的六个符号 123加4 希望也能够改变 每一个朋友的明天 就好像 我们遇到 许多职场上的朋友 他必须 把他在工厂里面 或者在公司里面的一些业务 讲成英文 那么他们到了 外国老师那边去 去解释这些东西 可是外国老师的中文不好 根本听不懂 他在讲什么 当然也没有办法 帮他解决问题 可是到了我们这边来 这就是我们的专场了 我们把你的中文的思考 转成123加4 变成相对正确的英文 讲给这个外国人听 所以你过两天回到公司 就可以用了 你就可以去担当你的业务了 所以 有了我们六个符号 123加4 再加上你本身向上 去提升的信念 你一定可以创造你 更美好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